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Quality Equation 这可能更早也讲过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一段很重要 这一段很重要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做Two Groups 因为我们所考虑的反应器 如果是Sermal Reactor的话 什么叫Sermal Reactor 绝大部分的Fishing 是由Sermal Neutron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Sermal Neutron数量的改变 OK 那Two Group呢 其因为我Fishing所放出来的Neutron 是Fast Neutron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两块来讨论 我们一定要分两块来讨论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解的一个 两个Diffusion Equation One forSermal Neutron The other forFast Neutron 我们Couple在一起 然后我们没有真正去解它 我们去 因为这两个Equation 要同时要有解的时候 它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 那个条件就提供了我们一个 Criticality的Condition 那这Criticality的Condition呢 也就是课本上6.68这个式子 6.68这个式子 你把等号六边那个E呢 你换成K 或者我们讲是K Effective 有的时候我们讲K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讲K Effective 相对于K Infinitive 这是讲我的戒指是无穷大 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是说我戒指是有限大的时候 那这K我们基本上 这两个是互相在换着用 所以互相在换着用 所以我们讲2-group theory的时候呢 我们讲K Effective 等于K Infinitive 这边在乘上 E加上L平方的B平方分之1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加一个T 强调它是什么 Sermal Neutron 然后呢 再来呢 乘上E加上Tau T B平方 我们这里也强调一个Tau T 也强调是说Sermal Neutron 所以这东西如果我们给它一个Physical Meaning的话 这是我东西是无限大的时候 无限大的时候 我的Multiplication Factor 那因为我东西是有限大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group 所以我变成Sermal Neutron之后 它又有机会从我的表面跑出去 所以我们乘上一个这是什么呢 是一个Sermal Neutron的Long Leakage的Probability 那它在Slowing Down的过程之中 它在Fast Neutron Sermal Neutron的过程之中呢 也有机会从我的表面Leak Out 所以我乘上一个这个 这我们可以讲 P Non Leakage for Fast Neutron 或者说P Non Leakage for Doing the Slowing Down 然后这边有一个参数呢 我们称它为Neutron Edge Neutron Edge 所以它的 它跟这个Diffusion Lens呢 它是有相当的 某种程度上它的Meaning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有个K-Infinitive 注意到这K-Infinitive 我们关心的都是什么呢 关心的都是Sermal Neutron 关心的都是Sermal Neutron 所以我们K-Infinitive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四个Factor来代表它 这四个Factor来代表它 我们可以讲说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我Neutron消失有一定的比例 是被燃料所吸收的 那被燃料所吸收之后 被燃料所吸收之后 它会放出多少Neutron 放出多少Neutron 通常我们这边写个T 这T代表说我的Fishing呢 主要是在Sermal Neutron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是我释放出来的Fast Neutron 但是我实际上各位 我们知道说Fast Neutron 也会造成Fishing 对不对 可是呢 在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时候 我们是考虑Sermal Neutron 所以我们必须 把Fast Neutron也纳进来 所以我们乘上一个Factor 我们称它为Fast Fishing Factor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产生的Fast Neutron 那产生Fast Neutron 要经过Slowing Down的过程 才会变成Sermal Neutron 所以我们乘上一个P 是一个Probability 它能够成功地 从Fast Neutron 变成Sermal Neutron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K-Infinity 这是所谓的Four Factor Formula Four Factor Formula 而事实上呢 当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 这个P值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容易计算的一个概念 我们至少要用手算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方便 我们后面会给一个式子 那只是一个Approximation 所以我们在后面 常常在考虑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Equation会做一个简化 会做一个简化 因为当我们反应器非常大的时候呢 我的B²呢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数值 所以两个很小的数值相乘之后 我可以省略不计 所以呢 我这边可以把它变成 1加上B平方的Tau t 加上Lt²分之1 好 我可以用 One Group的Equation 来替代了Two Group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这个项 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样的Equation呢 事实上在一个状况之下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它为这一个Migration Area 我们称它为一个Migration Area 一个这样的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将来到后面计算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是用这个简化的 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我们在这个介绍完在这里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课本的291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那我们通常呢 我们要决定一个 决定一个reactor的一个critical size 决定一个reactor的一个critical size呢 我们通常呢 就是说只有两种状况 一个呢 我告诉你我的材料的组成是什么 然后你告诉我在什么样的size之下 它会critical 第二种呢 我告诉你我要设计一个反应器 我的critical 我的大小是固定的 那你告诉我的compensation 我的compensation是什么 那基本上呢 我们要走过来的呢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起始点呢 也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equation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也就是criticality equation 我们起始点大概都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起始点大概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k-effective呢 因为正好是critical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1 然后我们来解这个b² 我们解这个b² 那我们可以解出来一个式子呢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通常一个式子的一个起始点 一个式子的一个推算过程的一个起始点 那在推算过程起始点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 不管我要决定compensation也好 不管我要决定compensation是给了你也好 我们第一个要计算的呢 都是k-infinitive 那k-infinitive呢 应该回到这个式子来算 但是我们课本上为了举例方便 为了让你了解概念方便 一个concept方便 所以它做了一些不是很合理的一个假设 那只是让你了解计算的过程 那个不是很合理的假设是什么呢 我的这个炉心里面呢 它并没有所谓的fishing above the nuclei 这个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那也没有一个resonance absorber 所以为什么写这个呢 因为把这两个都杠掉 杠掉之后等于几 等于1 所以只剩下这两个东西 那这个可以查表 注意到 这可以查表 有时候是需要计算的 有时候是需要计算的 然后这个f呢 是可以算的 f因为它是 我们称它为什么 Sermal Utilization 这是可以计算的 所以我们一般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都是在算这个 然后你看我们的例子都很可爱 它告诉你 我的这个组成里面 都告诉你的是U235 那告诉你都是U235有什么好处 查表就查得到了 如果这里面是U235 只是告诉你 它一个enrichment的话 这个查表查得到查不到 查不到的 这个要算一个什么 average OK 要算一个average 那对于如果有U238 OK U238的contribution 对于它是几 零 因为对U238而言 Sermal Neutron是不会造成fishing的 所以你要做 只不过把这个东西呢 针对它的cosection 做一个average而已 针对它的absorption cosection 做一个average而已 所以我们起始点都 真正的起始点都是它 这个是什么呢 Sermal Utilization Sermal Utilization 所以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课本看到 6.79 6.78 这两个式子 6.79 6.78这两个式子 那基本上呢 我们是这个 好 注意到我们写 Sermal Utilization的时候 我们这上面都是写的是什么 Average 可是我们所有去看表列的时候 我们列的是什么 我们列的是它 OK 这是什么 0.0253个EV的时候 absorption section 这两个有没有相等 没有相等 这两个中间有一个转换的式子 OK 这转换式子里面 有时还牵涉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Non-V分之一absorber 所以当你看这计算过程 看了你一头雾水的时候 十之八九都是它 十之八九都是它 那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第五章呢 有介绍这个A0跟这个 Sigma A10跟Sigma Average的一个 一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想这个式子很重要 这个式子很重要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一个式子呢 就是说这个LtSquare等于 E减掉F的Lnt 我看用什么式子 LtnSquare 这个呢是在课本上的 这在课本上的这个 6.82这个式子 这是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对某一个Moderator 它的Diffusion Lens 我是Given的 列表的 Table你找到它的数值 如果我的Compensation改变了 我的Diffusion Lens 是谁的我的Compensation会变的 对不对 所以我真正给了你的Compensation之后 请问一下我的Diffusion Lens 是多少的时候 或者称它为Diffusion Iris 多少的时候 跟我Pure Moderator之间的关系 就是它 就是它 OK 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要注意的一个 事实上我们这个式子呢 大概就注意到这两个式子 剩下都是一些 一些基本的一些 前面介绍的一些概念 前面介绍的一些概念 好 那我刚刚问了一下同学 说我们讲到了这个294页 Example 6.5讲完 那我们现在应该讲到295页 Case 2 如果我的Compensation是Given 我的Compensation是Given 换句话讲 如果说我的Compensation是Given 我的组成是Given的话 那我们起始的式子应该 起始的式子呢 应该是它 OK 这是我们起始的式子 因为当我的Compensation IsGiven 我要知道我的Critical Size 我要知道我的Critical Size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算什么 在算Geometry Barclin OK 那Geometry Barclin 就从这边来的 就是我的等号的左边 应该是等于1 然后你去解它 你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既然是Compensation已经给了 这些参数都是可以算的 这些参数都是可以算的 所以你的这个B²呢 就是可以计算的 B²是可以计算的 当然从B²呢 要换成Size的时候 B²要换成Size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小问题了 请问一下 如果我的是一个 3Dimensional的东西的话 我会需要有什么 可能需要有什么 三个Size 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是一个球体 我一个Dimensional够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一个长方体 我要几个Dimensional 三个 OK 那如果我是一个圆柱体 我要几个Dimensional 两个 OK 两个 好 那我们讲 我们通常在做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它是长方体 我们一定会说它是什么 立方体 如果变成立方体 需要几个Dimensional 一个 好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圆柱体 如果我们是一个圆柱体 那请问一下 我需要几个Dimensional 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半径 还有一个是什么 高度 OK 但是这里有一个最佳的组成 这最佳组成是什么 体积最大 表面积最小 你会得到一个R跟Z的Ratio OK 当你改变这东西的时候 你的这个R over 这个Valume over A的时候 Valume over A的时候 你会随着我的R跟Z 是改变Valume over A会不一样的 那我什么时候最好 什么时候最好 体积最大 表面积最小的时候 是最好的 为什么表面积最小 是最好的 Leakage比较少 OK 所以你根据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回到课本上来 回到课本上来 我们可以算一下 在这个状况之下 H等于1.82个R 这个时候会是你 Leakage最小的一个圆柱体 会是你一个 Leakage最小的一个圆柱体 Leakage最小的一个圆柱体 好 那知道这个之后呢 下面呢 就有些东西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代公式而已 代公式而已 我们看一下 Example 6.6 我现在有一个5W Experimental Thermal Reactor 然后呢 它有一个cylinder 它跟你讲cylinder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 这要留两个dimension给你了 那我这个reactor is filled with Homogeneous mixture of uranium 235 and ordinary water OK 好 我现在告诉你了 所以我的燃料是什么 U-235 它有没有讲 有没有提到U-238 没有 所以它这里面是 pure的U-235 OK 然后它用的普通的水 来当做这个 来当做这个 来当做moderator 它的concentration呢 是 是0.0145g per cubic centimeter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我在一个 一个milliliter里面 有多少的U-235在里面 OK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很低的power the system operates insensually zone temperature and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这两个条件在给你什么 告诉你的温度是多少 OK 然后告诉你的压力是多少 因为这两个会决定什么 决定你水的密度 OK 还会决定一件事情 还会决定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还会决定这个参数 跟这个参数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里有个什么 这里有一个factor T0 over T的1 2分之1 T0是多少 20度C 那这里的run temperature是多少 简单一点 它就是20度C OK 所以这一项不见 我如果跟你讲 它是100度C的时候 这一项会进来 会变得比较麻烦 所以课本上 它是讲得比较简单一点 讲得简单一点 好 那再来呢 它告诉你这些条件 然后它来问你说 Calculate the dimensions of the cylinder that has the smallest critical mass OK 它要问的是说 我最小的critical mass 我critical mass是最小 那当你讲最小的critical mass的时候 你会有个intention说 我把体积变得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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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应该不是体积 因为当你leakage最小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关系式 得到一个关系式 OK 然后它是说决定一下 然后determine the critical mass 它要你算一下说 我临界的质量是多少 这个临界质量指的是说 我里面要摆多少又二三五 OK 要摆多少又二三五 听起来很简单一个case OK 你如果去翻开这个世界上 何能发生事故的历史里面 就有这么简单的一个case 没算清楚 OK 就出事了 什么case呢 日本的 我一个桶子 在这桶子里面摆的是硝酸盐 OK 它的目的是要做一个 做一个浓缩其中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 所以它把这桶子倒进去的时候 它里面这U235 主要是U235 当然有一定的浓度 有一定的enrichment 它把U235加硝酸 倒在里面要做一些事情 倒在里面要做一些事情 结果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倒的如果很低的话 它不会critical 当你的质量倒的够高的时候呢 就critical OK 结果他们做的时候 做事情那一组呢 那天发生了一些状况 逼着他们必须要一次做快一点 所以就把整个东西倒的过高 达到critical 达到critical 那个事情闹得还蛮大的 好玩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东西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一个放热的 它这里面有些化学反应 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所以它旁边有什么 有一个冷却的一个桶子挂在外面 所以这边是水 OK 这水呢就牵涉到我们等一下讲的 这个就当做什么 reflector OK 所以更加重了 它发生critical的一个效果 那最惨的是它critical之后呢 这个不知道它critical OK 到时候发现它是critical 要救它的时候 后来想了一阵子想到一件事情 把这水放掉 就没事了 因为把reflector放掉就没事了 那这个我们后面 后面会再提 后面我们会再提一下 好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看这简单的这个例子 那如果把这些条件都给你的之后 你基本上是在干嘛呢 你基本上是在 在算它 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等于 OK 所以你在找这些数值 你在找这些数值 那我们刚刚讲 这个是列表的 OK 那这个也是列表的 因为这个几乎是你的moderator来决定的 那这个 那你要算的是什么 基本上只有这两个数值是你要算的 你要去算它的 你要去算它的 那我们从这f开始 OK 这东西呢 你就继续往下走 你就继续往下走 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是等于我的 fiel的concentration 对不对 这个fiel的number density 乘上这个东西 OK 那这个呢 也就是mf 这个sigma af 加上mm moderator sigma am 你就开始 往这个 往这个 一些basic equation呢 你往下面写 那你写出来最后的结果呢 你会看到的呢 基本上我们到课本的 这个296页 296页 你可以写出这么一个式子来 296页中间 你可以写出 写出这样的一个 写出这样的一个式子来 那你决定了你的number concentration 那你决定了你的 抱歉好 这个式子 当我们要算这个f的时候 我先要知道这两个的ratio 对不对 我先要知道 我先要知道这两个的ratio 所以我的mf除以mm 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lowf 乘上这个 这只是定义而已 这只是定义而已 这没有 这不是要背的一个式 这只是一个定义而已 为什么呢 我们讲说 当我们要决定number density的时候 我们要决定number density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密度 除以mf 这边乘上一个 亚佛加德罗常数 就这样而已 那mm呢 是等于lowm除上mm 乘上a 这两个除一下 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上面这个式子 然后lowf他给了 这lowf并不是U235的密度 而是在你这一个材料里面 U235的密度 OK U235的密度材料给了 题目给了是0.0145grampercentometer OK 那下面我们要真正要算它的时候 要知道这两个 要知道我average的这个absorption of crossaction for thermal neutrons 要知道这两个 那这两个给呢 通常呢 我们又是要跟这个要跟这个sigma0也就是在296页 296页这个从底下往上走你可以看到那几个式子 课本上这个式子错了 它是这样写的 sigmaaf等于0.886ga ok 然后是一个码af10 这式子错了还不只错了一个地方还错了两个地方 等号左边跟右边是不是同样的东西 不是很明显的多了一样 写错了 写错了 ok 然后还错了一个地方符号用错了 错在哪里 ok 这个0.886怎么来的 ok 这gea是什么 non-v分之1 absorber ok 所以这边两个式子都错了 两个式子都错了 下面谈这个moderator的时候 moderator的时候一样 后面有个乘个2有没有 后面有个乘个2 0.886 乘以2 ok 这里为什么要乘2 为什么要乘2 它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海佐菌 它没有考虑ox 它只 它主要考虑的是 海佐菌 你看到没有 它写sigmaAh10 它没有考虑oxygen 它考虑的不是sigmaH2O 它考虑的是H 所以它要乘以2 你说为什么不考虑H2O 它可以 只不过也许 在写这个立体的那位老师 他那时候没有这个数据 他就只写一个H ok 那养的吸收中脂的能力 跟H来比 是差很多的 差很多的 所以你发现它前面有个乘2 有没有 为什么乘2 因为当你算number density的时候 你算的是什么 水的 对不对 那一个水有几个氢 有两个氢 所以你这边要乘一个2 要乘一个2 好 那你把相关的数值带进去 当你决定了这个k infinitive 当然这个Lt又等于什么呢 这等于1减掉f的Ltm 那这Ltm呢 是一样是可以去查这个table 可以查得出来的 查table可以查的 查table可以查得出来的 ok 当然这个要把f算出来 我们刚刚前面讲都是算这f 然后算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再来去查这个neutron edge 你可以去查neutron edge 然后neutron edge查出来 把它相关的数值带进去 把相关的数值带进去 然后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得到这个b square 得到b square 当你知道b square之后 你跟那个size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用前面的这个解的结果 在第几页呢 各位可以翻到课本的这个 280页 280页这个table 给了你全部的一个状况 给了你这个各种各样 不同的状态之下 size跟geometry buckling之间的一个关系 关系 然后这东西算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算它的密度 密度已经有了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critical size 得到它的critical size 好 那这个呢 把这两个立体讲完 我们下面要见到另外一个 进到另外一个章节呢 叫reflected reactor 什么叫reflected 它是一个非常厚的 一个没有 里面没有一个field on-field region of moderator 所以基本上什么 它的构成体是moderator OK 然后呢 通常它是蛮厚的一个区域 厚是相对的 我们等一下讲 什么叫厚 什么叫薄 那on-field region 意思讲说这里面有没有燃料 没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 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 我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我有一个 我的geometry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炉心 炉心我称它为core OK 我在炉心外面 炉心外面有另外一层region呢 是reflected 我的外面有一层东西呢 是这个reflected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不同的区域 那我们知道在reflected里面呢 那基本上呢 它是一种moderator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构成reflected 大概只有三种东西 哪三种 清水 重水 还有graphic 大概只有这三种东西 那我炉心里面有moderator 一定有moderator 炉心里面的moderator 跟这reflected 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核种呢 没有特殊的要求 可以是不一样的 意思讲说 我可以在炉心流过去的是一个 是用清水来当作moderator 可是呢 我是把这个反应器 摆在一个graphic的一个 一个house里面 摆在一个graphic的一个block里面 我可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的moderator 跟我的reflector 不见得是要同一个材料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所以呢 我基本上呢 我从里面leak out的neutron 它可能是发湿的neutron 然后它会在我的reflector里面呢 被slow in down 被slow in down slow in down之后呢 它的浓度会怎么样 会变大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reflector里面 它的seumal neutrons的flux 会怎么样 会变大 所以会变大之后 它会有个什么效果呢 它会diffuse back 它会diffuse back and 它可以diffuse bac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各位先翻到课本的 这个305页 翻到课本的305页 305页看一下这个6.5图 看一下这个6.5图 这上面有三条曲线 第一条曲线呢 是fast flux 我们不要管它 第二条曲线呢 是sermal flux 但是有分成 分成两块了 一个叫做 bale reactor的时候 你是一个 会掉下去的一个状况 是一个reflect reactor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sermal neutrons flux 会怎么样 会上来再下去 所以上来再下去 它的flux变大之后 它就有机会会diffuse back 所以在靠近core 那个边界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sermal neutrons flux 会被怎么样 会被拉高了 OK 会被拉高了 那reflect reactor呢 有两个效果 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呢 它可以减少我的 它可以减少我的critical size 它会减少我的critical size 它会减少我的critical size 如果会减少我的critical size 代表一件事情 我的critical mass 怎么样 可以降低 所以我可以节省我的材料 可以节省我的材料 also the critical mass OK 那还有另外一个效果 还记得我们前面 在讲这个 在讲这个table 我们回到前面 我们回到课本的前面一个table 回到课本的280页 280页看table6.2 table6.2 往右边走 这个table最右边的一个 最右边的一个column 那个上面有一个符号 写个omega 这是什么 peak to average 对不对 我上课时提过 这个参数重要在哪里 这参数重要在 就是说 我希望它怎么样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的时候 我可以提升 我这个反应器的一个 它产生的功率 我这peak to average的ratio 这个数值要越小越好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图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图 在305页 你比较一下 bale reactor 还比较一下 reflected reactor 有没有发现 它整个flux distribution 会变得怎么样 变得比较平 变得比较平 所以这个也可以提升 我的这个一个 一个固定大小的一个 一个reactor 它所能产生的功率 可以提升 所以reflected reactor 有这两个好处 reflected reactor 有这两个好处 那我们在fast reactor 会不会玩这个游戏 OK fast reactor呢 我们会在core外面 再包一层东西 这时候在fast reactor 在core外面再包的时候 对不起 包的不是moderator 因为fast reactor 根本没有moderator 那这边包的是什么呢 这边包的东西 我们叫blanket 那blanket是什么东西做的 U238做的 或者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一个enrichment process 当我要做 这个浓缩的过程 浓缩过程的产品有两个 一个是enrichment比较高的 含U235量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是 含U235量比较少的 对不对 有这两个 含U235量比较少的 那个uranium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Depleted uranium OK Depleted uranium Depleted uranium 那中文叫什么 耗伐油 OK 耗伐油 有人直接翻成伐油 所以blanket如果是 Fast reactor 这两边的材料 也是包在外面 它的材料是什么呢 它的材料是 Depleted uranium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充分的利用 充分的利用 从Fast 充分利用这个 炉心所产生的 这个neutron 炉心所产生的neutron 让它能够把U238 变成这个U23 变成Protonin 239 变成Protonin 239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我们在做这种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种分析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基本上它是对一个Sermal reactor 对Sermal reactor 那我们通常呢 我们对一个Sermal reactor 我们能够用的这个 我们能够用的Moderator 或者能够用的Reflector 能够用的Reflector呢 大概就是这三种 大概就是这三种 那这两种呢 这两种有一个特质 OK 那这两种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对水而言呢 对水而言呢 倒不是这个样子 对水而言倒不是这个样子 是反过来的 是反过来的 所以那基本上呢 我们在处理这些Case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呢 我们要做的呢 好 我们对水呢 是另外处理 OK 我们对水另外再处理 那我们基本上呢 在这里处理的我们东西呢 只适用在这种状况 只适用在这样的一个 只适用在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请留意 那我们下面的解呢 只适合在这个 只适合在这个Graphite 跟这个D2O之下 那个呢 如果是清水的话 我们后面再来 再来讲处理它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限制 因为在前面讲这个 讲这个One Group 跟Two Group的这个Equation的时候 有提到一句话 有提到一句话 我如果是用D2O跟Graphite 来当作我的Moderator的话 我可以把它视为One Group来处理 OK 但是如果我用水来当作Moderator的话 我不能够把它视为一个One Group的Equation 来代表它 在前面介绍过 所以同样的 那我们在解这Reflect Reactor的时候 我们在解这Reflect Reactor 我们后面要介绍的 我们是用什么呢 用One Group One Group 我们原来 我们原来这个Single Group Equation Single Group Equation Single Group Equation 我们要考虑Core跟Reflect的时候 OK 我们有几组Equation 两组 所以True Group会变成几组 四组 OK 不是不能解 绝对可以解 OK 那数学多学点 耐心多增加一点 可以解 但是我们像课本上 介绍一些概念的时候 就不讲那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讲Single Group 那如果我们只讲Single Group 我们讲了Single Reactor 如果你要用Single Group 来代替它的结果的话 你只能用重水跟Graphite 来做你的Moderator 所以用清水的话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用Two Group的Equation 来解它 来解它 所以各位知道说 我现在有一个限制 就是我这东西呢 大概是适用于这两个 然后如果是水的话 后面再有别的方法来处理 那解起来会很麻烦 所以要处理的时候怎么办 经验公式 写出来就算了 OK 我们后面再看 我们后面再看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解这个 我们开始来解这个 解这个Equation 解这个Equation 我们解这两个Equation OK 这个呢就是Reflector里面 这个是什么Core里面 不要小看这个B2 这个B2包含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材料里面是有什么 有Fisile 有Soul Stern 那这里面有没有Soul Stern 没有 这完全是一个Absorption 这边是一个Absorption Stern OK 除上一个D的R OK 出来变成它 所以这两个Equation 写下来很清楚 这上面呢就是 它是有Fisile在里面 它有Soul Stern 所以根据我们前面解的经验呢 我直接可以把它写成 6.90这个式子 那这个呢就是6.91 在这里面是没有Soul Stern 没有Soul Stern 好 那我们现在又加了一个条件 我们又加了一个条件 加一个什么条件呢 我现在解的是这样两个区域 OK 我的Core呢是有一定的Size 我的Core是有一定的Size 假设 我现在假设是解球体 因为球体最简单 我假设我解的是球体 我的解Armistry是球体 OK 所以我的Core是有一定的Size 是R OK 那我Reflector 有没有Size 没有 没有Size代表什么 无穷大 OK 各位有没有想 为什么要它无穷大 带一个Boundary Condition进去 有一个参数就不见了 所以你把它摆成无穷大 先解无穷大 看它有什么效果 我们后面再来看 看这个假设怎么样把它 把它拿掉 我们看这个假设怎么样把它拿掉 所以呢 这是课本上的 这个是6.92这个式子 6.92这个式子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把它解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呢 分别把它解一下 我们会得到下面的这个结果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是8的孔子 这个是6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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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的孔子 这是我们的两个的solution 也就是那两个 两个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solution 好 那一开始 我们可以把两个数字都杠掉 OK 哪两个 这个可以杠掉 为什么 在r等于0的地方 你不能是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杠掉了 那第二项 这个c'也杠掉了 为什么杠掉了 在r等于无穷大的地方 它数值必须是一个有限的数值 所以c'怎么样 也杠掉了 所以你的解就是它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equation 对不对 你还有两个 你有两个equation 有两个位置数要决定 所以这位置数要决定的时候 你要靠哪里 靠这两个东西界面 两个东西界面 再给你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在它的界面 再给你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这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什么呢 就在这个上面 我的flux 我的flux在r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好 休息一下 我再给你两个boundar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